那还有这个是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说 贪心人家说最容易受骗 尤其诈骗集团利用人的贪心 但是呢 如果说是利用善心和爱心来骗 应该不会吧 可是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 星岛日报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则新闻 就是说利用人的爱心呢 然后在这个 好像去这个骗人家 比如说这个骗人家的话呢 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故事 那么好 我们这一位 陈家富 星岛日报的记者陈家富先生 现在在我们的线上 请问是你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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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富 那今天这一篇 在星岛日报的这个新闻 就是因为利用人的爱心 来做一个诈骗 那这篇的报导是由您所写 能不能请您具体的 向我们的观众稍微陈述一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案子 要大家特别小心 对这个案子呢 就是我们因为之前 星岛日报的做了一系列 有关这个诈骗案的报导 那其中这一个案件呢 就比较跟其他的不一样 就是他就是看中人的这个爱心 做一个慈悲心 做慈善的心 那么我们这个受访者呢 就是他遇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对方就是这个片图 是在网上及时他的 那么就看准了说 这个人有这个做慈善的这个经验 因为他曾经为这些 像艾滋病啊癌症啊 这些基金会做这个筹款活动的 那么对方就用 就看准了他这个 有这个爱心这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跟他说 我也是做这个艾滋病方面的 这个筹款活动的 那么我有个基金会呢 是帮助在这个非洲方面的 这些小朋友 就是那个孤儿 这个艾滋病孤儿 那么他就跟我们这个受访者 那开始在网上聊 那么大家可能就觉得说 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一个 共同的这个 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是为这些 社会上比较不幸的人 做一些事情嘛 所以呢他就开始聊开啦 那么接着这个人就跟他说 我赶着要去非洲 帮助我们这些不幸的孤儿 那所以呢 他就说 但是我有一笔的捐款 就是5000块钱的捐款呢 是来自 我们一个善心人士的捐款 但是因为呢 他要赶着去非洲 所以麻烦你哦 就帮我先收下这笔钱 然后呢 就再把这笔钱转寄给我 嗯对 就是说因为他要赶着出去 然后呢 就是先请对方 先帮他存进去 然后呢 再把钱提出来 汇出去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他使用的这个方法 就是一般人就觉得说 诶我们都是陌生人嘛 为什么这个人会相提我们 对不对 但是他就真的把一个支票 接了过来给我们这个受访者 受访者看了之后觉得说 诶就他其实是看到一个支票 就很像是真的嘛 但是他因为也看过一些报道说 也可能有这些查验的情况还是什么样 他就上网先去查说 诶发现这个支票上这个银行 是佛罗里达的市场银行的资票 那银行方面就有发 有发过这个通告告诉人 那个民众说 诶有人曾经盗用过他们的这个支票 是假的 那所以他开始就起了这个疑心 那但是他没有马上就跟这个对方 就是攀牌 他就是继续跟他玩这个游戏 因为想了解一下那个真实的情况 那么他这个过程就是说 因为对方把你 接了一张支票给你 让你有先有一个安心 说我不是欠你的 就把钱存到你自己的户口 然后再透过这个西联汇换的方式 把钱接到指定的地方 那问题出现在就是说 因为如果这个支票是假的话 银行大概也需要 这个两个礼拜的时间 才能够说查出来 那要跳票之后就两个礼拜后 才能够发现说 不好意思你这个支票是假的 所以他就必须把这个钱 需要从你的户口里面再扣出来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那位我们的受放者 他就比较激紧 所以他没有把钱 就根据对方的要求 透过西联汇款寄给对方 那如果他真的去做的话 那西联汇款那边 那个钱就马上就被对方提走 然后两个礼拜后 才发现银行这边叫票 那他就会损失了 对对对 那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诈骗手法 就是利用人们的爱心 来做这个诈骗 其实最重要就是如果其实一般的捐款来说 都会写捐给那个单位 对不对 大家都要确认这个能够接受捐款单位 是不是真的 然后这个check呢 是不是配给这个受捐款的单位 这个都要去查明的 还好这一位受访者呢 他是非常的激紧 家父我请问你 那因为经常捐款的人 是不是可以从一些单位 或上网 可以找到一些名单 因为如果说 你刚刚讲的这个case 在网上发生了吗 你是说捐款人的名单 对捐款的人 比如说像这个陈大善人 经常在捐款 然后是怎么样 他们是透过怎么样的形式去找到 其实有两种 因为某一些每一个慈善机构 他都可以去买这个名单的 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机构 当他要去做这个大型的筹款活动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去买一些名单 就是这个跟 就是跟那个电话那个促销方面 那个telemarketing那种形式是一样 他都可以取得这一份名单 那刚才就是 水灵有讲到说 其实当这个情况之下说 对方approach你的时候 你就要提高警惕说 你要先去查证说 你捐助的这个受惠的慈善机构 到底是不是真实 是不是合法的 就算他有一个website 一个网站给你去看 网站当然也可以是伪造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诈骗集团 他们也可以设计一个非常很像真的 很美的这个网站去欺骗你的 所以他是所托非人 他应该找到一些社会的一些公正人士 比如像陈家富 刘淑敏这样子的 就不会这样 这些人也跑不掉 对 马上就被找到了 OK 那经过这个家富 还有新岛日报的提醒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因为您的爱心也不要受骗 尤其现在是经济不景气 还是要特别小心这些荷包 那我们非常谢谢家富 我再加付一个问题 家富没有问题 你不要问 家富我请问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工作的快乐指数 你觉得身为记者 他快乐指数高吗 快乐指数还蛮高 我说的这个报道可以坚持的帮到一些人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比我们自己一个人得到的快乐更多 因为你想说这比如说我们这个受访者 我看到他就很怎么说 很假的就逃过这个五千块损失的这个 我觉得他本身也很开心 那我采访他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好 谢谢这快乐记者 谢谢快乐记者 陈家富 谢谢你们 谢谢家富 谢谢 OK 拜拜 拜拜